白色豆腐頭在哪裡 這是前陣子大家最關注的話題之一 一度還衝上了Google熱搜關鍵字的前十名 但到底什麼是豆腐頭 這一款號稱連阿嬤都會用的備份硬碟 小小一顆外型像豆腐一樣的立方體 只要連接上手機就會自動進行備份 不僅獲得許多大獎肯定 全球熱銷二十萬顆 在去年也進軍到日本市場 吸引了日本媒體爭相報導 短短一年時間業績成長百分之四十七 小小一顆就像豆腐塊一樣正方形的立方體 擄獲不少使用蘋果手機粉絲的心 號稱連阿嬤級的長輩都能簡單操作 只要接上充電線就能自動備份手機裡的照片 我們做的是幫客戶解決手機拍很多照片容量不足的問題 一般人實在太難養成好的備份的習慣了 所以我們才說要作為機器讓大家非常容易做備份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在充電的時候就順便幫你做備份這樣子 不小心拉掉的話 那它還可以從頭開始備份 還是從我備份的地方開始 在這邊它一樣會去記錄就是你拔掉的那一瞬間 它就是記錄在這個點 從2018年5月預購出貨以來到現在大約兩年的時間 那我們全球出貨的數字是25萬個 2018年上市的第一個月就狂銷上萬顆 還獲得了台北國際電腦展最佳產品獎的肯定 整體的銷售佔比當中 台灣佔了60% 海外銷售佔比為40% 其中又以臨近的日本 銷售佔比最高達到62.5% 第一代的產品我們因為做的是相片 可以拍更多的照片 那我們做到80%是女生的消費者 20%是男生的消費者 那新一代的產品它做備份的功能這樣子 那我們把這個比例調得比較平衡 女生還是佔比較多55% 那男生佔45% iPad上我們目前看到這個溫度在38度 那這是因為iPhone已經充得比較滿了 它電量比較低 所以溫度比較低一點 但是都符合到規範 那另外這個1A的呢 它目前的溫度是在44度 那它因為它持續在抽載電流 所以它的溫度也相對高一點 但是也都只符合到安全的規範 那是符合蘋果要求的一個 安全規範的範圍這樣 是的 是30年的資深果粉 同行有20年軟體工程師資歷的乘良性 會跳下來自創品牌做開發 出資一次 和太太及家人的日本旅遊 那他們大家手上拿著iPhone 那我們剛好是旅遊到東京的晴空塔下面 那第一起步就說要用iPhone 要拍小朋友的照片這樣子 它那時候手機都容量滿了 就直接問我說 你不是蘋果的專家 那我現在手機容量滿了 不能拍照 所以它這個真是遇到了一個場景這樣子 2015年蘋果的充電街頭 重開了一個較困難的規格 而這個挑戰 卻成了乘良性的創業時機 這個規格導致能做這種產品的IC不存在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客製化這件事 所以它是一個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那我如果要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準備了 Plan A Plan B Plan C 我準備了三個計畫 產品從裡到外都完全MIT 在台灣本地製造 成良性投入一千萬的資金 但創業路坎坷 它不只遇到PCB版廠商失火事件 還遇到IC開發的生產瑕疵 兩百萬左右的庫存 全數花錢認賠 不過這些都沒有打擊它的信心 為了獲得蘋果官方的認證 它還親自飛到大陸的MFI總部 與蘋果洽談 經過重重關卡 才終於成功上架 所以創業之後才慢慢逐漸接受說 其實你必須要身為一個 經營者的思考 然後除了說製造產品以外 你還要思考跟學習更多的事情 所以其實經過一段時間 才慢慢接受說 需要變成一個經營者 老闆的身份這樣子 虎居時代風起雲有 雲端 物聯網 高度運算 含量的資料 已經成為科技的現實 像是知名的Dropbox 或Google Drive 這類的雲端硬碟空間 越來越盛行 假如運算都在本地 也表示儲存也有可能在本地 你本地要有資料才能運算 才能做很多AI的運算 其實儲存這件事情 只會需求越來越高 它是永遠不會消失 我們希望跟雲端做的是互補這樣子 有一些東西當然會存雲端 但是你還是有一些隱私東西 你可能把它保存在家裡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儲存的趨勢 它變成不會消失 讓科技變得更加平易近人 陳良信說 自己開發的不是3C的產品 而是日常生活化的小物 跳脫工程式的技術性思維 它又帶給消費者便利的使用體驗 如今這實用的MIT產品 不只運用在蘋果手機 就連Android手機也能使用 風靡全球市場